两分钟看懂超级星期二 什么是超级星期二? Super Tuesday 这是指在3月1日星期二的时候 有12州及一个美国属地 在这一天同时举行美国总统初选 这一天将决定的选举人票 Delegate是在同届初选州期中最多的 因此被称为超级星期二 说是超级到底是多么超级呢? 共和党在这一天有595张选举人票 要决定给谁? 民主党有1004张 对共和党参选人而言 要赢得提名必须得赢到1237张选举人票 民主党参选人必须赢到2383张 才能当选为总统提名候选人 超级星期二有哪几州呢? 阿拉巴马 阿肯色 乔治亚 麻州 明尼苏达 奥克拉厚马 田纳西 德州 弗芒特 与维吉尼亚 此外 阿拉斯加只有共和党举行党团会议 Caucas 而美属塞摩亚只举行民主党党团会议 克罗拉多也是两党同时举行初选 民主党为党团会议 共和党则不决定候选人 而又选举人在全国大会时自行决定 各州的选举人票是如何决定的呢? 由于民主党参选人喜来历已经遥遥领先 讨论民主党的选举人票并无意义 以下都是关于共和党选举人票的分配方法 超级星期二的共和党选举人分配方法有几个特色 第一,没有一周是胜者全拿,winner take all 第二,超级选举人票跟前面几周总统初选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对得票者的支持度设了限制 也就是得票率不到某个百分比,就一张选举人票也得不到 例如,在超级星期二选举人票最多的州,德州有155张选举人票 德州的规定是要得票率在20%以上才能分配到选举人票 以刚才举行的内华达州初选来说,共和党五名参选人中有两人的得票率不到20% 凯西克与卡森他们就一张选举人票也得不到 超级星期二之后,我们应该关注的日子是3月15号 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有两个大州的共和党选举人票是胜者全拿 一个是佛罗里达州,这一州有99张共和党选举人票 另外一个是俄亥俄州,这一州有66张共和党选举人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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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运人票 都是赢的所以我们的财值 我们的就是申请